看到的是整比例的方式裁切 如果今天你要非整比例的 就是说你用这个 像这个的话 其实购图的部分也是问题一下 购图一般大家的习惯就是人站在正中间看好 对不对 可是你可以尝试看看 你以这一张来讲的话 它是在正中间对不对 那我们把它画个图 画个图之后你可以考虑就是 一般习惯在正中间 但是你可以试试看看 就是如果今天你把它摆在这四个交叉的点上 就是效果可能会比较不一样 所以如果说外面你拍照的时候 我就是习惯的拍正中间 没关系 反正我们现在像素都很大 所以我们就回来再裁切一下 所以我们到这边 你来看 我从这边我们去做标准的裁切 反正一样本笔 可是我把这个比例的部分呢 我就把它移到这边了 有没有这样人站在旁边一点点 对不对 所以打OK 使用前 使用后 有没有感觉不大一样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可以试试看看 就是说帮他自己重新构图一次 实际上是OK的 另外呢 这里有一张你看 A座 这边对他有一个好处 你这张你没有用的他有没有告诉你 对不对 对他不错 那另外呢 这张你看这张是裁切好的 对不对 就来自这里 对不对 如果你叫FB的 谁关于什么比例 对不对 你就可以用这边的工具 有没有选取工具 把他名叫的地方框起来 然后呢 上面有没有一个裁切 还有 好 好啦 对不对 你就可以把名叫的留下来就好了 好 就这样 这样后的打 那么 如果万一你刚发过框的时候 而不发错 你就在旁边点一个重新画 那如果说 你只要调位置就在里面调 点旁边这样就消失了 这样裁切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没有 没有了 好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 你等一下可以试试看看 那我先试试 把下面几个讲完 你都给你一并做练及 好 那你看呢 所以这个裁切 有没有机会拍到过你照片呢 有 这种是什么情况下发生的 对方有人讲灭光 对不对 好 你只要不要烂光就好了 好 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看 请问这种照片你会不会留下来啊 无 无 直接进入对方 下次记得到我来自愿回收一下 因为还是可以用的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 好 丢出来 你看呢 像这一张的话 这个比较暗 对不对 那盘这个亮度应该还可以 这个叫大铬弯 大铬弯那边 你看我们大概会用到这边 这一句里面有没有 针对照片的 好 现在呢我只希望他来做一件事情 就是打什么 打比较暗的日更亮一点点 对不对 比较暗的这边更亮一点点 所以你看有没有比较暗不浮光 有 所以很好 名词都很容易了解 暗不浮光 你都给我先试看看 那有没有亮一点点 有 有 这个要打分比 如果太多你就会减少 有没有好多了 还很多 对不对 所以 那你可以发现 真的是只有什么 暗的变比较亮一点 包括那些树 本身就比较暗 所以是有变亮 除了这个以外 你可以再看看 像在 看一下 这边也是 这个是观众日照 有没有 拍夕阳 请问你拍夕阳 你要该怎么办 对啊 夕阳无限海 人最好不要站前面 因为是暗光 对不对 所以 你人站前面 你如果 加亮夕阳就不见 那就不用拍了 所以我们就只 加上暗部补光 你可以看看有没有 暗的变亮 所以下次你不知道为什么要支援回收的吗 使用前 使用后 那会更明显 下次记得 因为你知道你的数位相机上面看 或手机上面看 那个会更暗 我们电脑上看会比较清楚 那边看会更 你会发现更 就是更大方 所以 要 下次要上架之前 请先带回来 好 总结腿 真的不要再丟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我们用暗部补光 就可以 幫助长照片处理好 另外呢 还要跟着什么 有可能总章的太亮或太暗 有没有可能 有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问的叫做 总章的 权益的 整体的补光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我先拿对张好了 来 好 有没有 所以都全面上拍了 所以 会比较偏亮 整张的亮 所以让来这边 照片 有没有 全域的 全域这边是整张的 整张的来做 点一下 那么这个变算呢 其实我下次带出现相机来给你看 出现相机有这个数字 叫做EV值 有没有同学拍照的时候有看过这个 手机的也有 手机的也有 那 一般来讲 正中间 这个就是零 往右边是正 往左边是负 所以 你往右边就变得更亮 往左边就比较暗一点 所以我们来试看看 这张太亮 你会把它往旁边 有没有 对不对 就是往右边正的 就是更亮 这是整张的变量 所以你就可以像这样 很轻轻的 就会把照片再调好了 所以其实 简单吧 你看我们用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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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为什么一定要局限在有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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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男女主角攝影師有沒有雕一個 然後這是什麼東西 閃光板的有沒有 為什麼?因為棚內燈很多所以這邊老的 就是讓你走一盞 太晚而已 所以他要 太晚從這邊過來然後就要補光 那這個就類似那個效果 他就類似那個效果 這叫做漸層的 等於說你如果讓你拍照的時候 中間就是有點不算好 你就來控制一下 那我們來看 這裡 我拿這一張這裡有一個 這個 好 這個你看 這個放單 喜歡那邊比較暗嗎? 左邊你怎麼都比較暗 對不對 左邊再亮一點 小貝利可以用閃光燈嗎? 不行 不行啦 你用閃光燈你就等著喬吧 你自己很慣好 對吧 呵呵呵 你來看什麼小朋友 呵呵呵 所以我們來看看 來 這裡 有沒有漸層的 好 點一下 好 這個行為呢 你可以看到 這裡 就有一盞燈 這個燈在這裡 從這邊 預測是這樣往這邊打 所以這裡是完全測試暗燈影響 拆過這個範圍就不受影響 中間會產生一個漸層 這樣理解 所以你可以調整 譬如說我希望他這邊我就跟著從這邊打過 你也可以調這裡 也可以等著一起動 這樣理解 請問有沒有不一樣 有 只有兩個人有反應 代表一件事情 所以剩下的人看錯地方 因為 講有的人看的是這裡 講沒有的人 是看著這裡 這樣了解嗎 你用前在這邊 你用後在這裡 調整沒有變化 所以你要看到右手邊 這樣會了嗎 會了 好 真的 你可以用了